衛福部長邱太元堅決表示 該抗議的還是要抗議 就是因為世界衛生大會 WHA27號就要登場 但是臺灣至今 還是沒有收到邀請函 而這也是連續第八年 未獲邀請 林佳龍上任外交部長首次談起兩岸關係 不諱言直說臺灣無法加入WHA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共打壓 不過也提到目前許多友邦國家 都聲援臺灣 美國更是率領英國日本澳洲等等 多個盟國發表聯合聲明 當中提到臺灣在很大的程度上 被排除在國際衛生系統之外 希望今年臺灣能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聯名致函的友邦已經有相當的數字 那當然等到大會的時候 可以很具體的看到 美國也有表達他們持續在 來號召更多的友邦 雖然還沒有收到WHA的邀請函 但是臺灣官員仍會前往大會外場 表達訴求努力爭取到最後一刻 三選菜中 第二台報導 於是